一人上台之後 他說希望讓每一個人得到溫暖以及貼切的照顧 所以提出了房貸補貼 一文成年禮金 學貸補助這幾個政策 國民黨的沒 這是撒幣政策 這是為了變相的買票 那麼今後跟他說 三千八百有三個分區塊 第一個一千億補助勞保健保以及台電 跟我實在一千億還是不夠的 其實還是不夠 第二個區塊一千四百億 每一個人發放六千塊錢的現金 第三個剩下的一千四百億 主要就是要跟社會經濟韌性的加強 要特別照顧的是中小企業或中低收入戶 那麼朱立倫說這樣沒合理 為什麽我們賣不稀金 要來支持買得起房子的人 你都買得起房子了 為什麽要補你這三萬塊錢的房貸 其實也是蠻嚴格的 你必須只有買一間自住 那麼這個家戶所得 是在一百二一年的家戶所得 是在一百二十萬以內 原始的核帶金額也是有總額以下 那麼是可以撥付每一戶三萬塊錢的 朱立倫說不合理 但是你們在選舉的時候拚命撒的 這就不叫撒幣嗎 為什麼民進黨推出的計畫 不分三清紅皂白就是撒幣計畫呢 來 范老師到底有你還是沒理啊 好好的把這個錢花得更細緻一點 照顧得更用心一點 那我覺得今天發六千塊 第一個對很多家庭來講是有感的 因為一個家庭如果有四口人的話 就將近兩萬四嘛 兩萬四你基本上你現在對於 購買日常的生活不好 說現在淡價有點起來 淡價可以用這個錢來讓我們的生活過好 我覺得這是有感的 但是你說要喊價又一萬或一萬二 那他也要考慮到說這會不會再留子孫嘛 所以你看這次就是我們怎麼樣 當然怎麼樣做都會有人批評 你說你說發八千 為什麼不發八千 為什麼不發九千 那都有道理 但是就是不是瞞天喊價 而是你找不出什麼理由 你告訴我說 我當然知道一萬塊比六千塊多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你有沒有別的數據 你有別的科學的證據說 發一萬塊 他對於我們家庭的改善 有更明確的一個 顯著的很大的一個效果 這你要說了 你拿出你的證據出來 否則就是因為一萬塊比六千塊多 所以我就是要一萬塊 那就不能說 這種就是在夜市裡面在喊價錢 我覺得這個東西 一般的中間選民是不會接受的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 這種瞎打虎打的方式 就像之前在立法院的 那樣的鬧場的結果 我認為對國民黨 是沒有任何好處 唯一的好處就是 讓他的生懶 讓他們的基本盤凝結凝聚 看得很爽 你看你們這樣子修理成績的人 你們這樣子癱瘓意識 對國民黨來講 可能他的支持者很高興 可是我認為對中間選民 大家是不能夠接受的 好 這個蔣灣的爸爸 張孝遠曾經講過一句話 叫做 爬爬爬拔得疏疏去 盧嘉誠是不是在政治道節目 說什麼 台幣台幣流血流血 這是國民黨的作法 想怎麼說 民進黨真的是動起來 民進黨這次選舉 這個痛定失痛 賴清德一個月之內 青瘡民進黨 華爾安說這個男人是完真的 太狠了 國民黨可別以為2024是我們贏的 國民黨現在就是有這種心態 覺得我們贏的 其實賴清德當了黨主席之後 勢必公清 誇張 連宮廟蘇文也沒有放過 他說要快速回憶民情 回憶民意 民眾打到民進黨櫃檯的民情電話 要做報表的 每個禮拜主管匯報 他是親自看的 然後連組織部跑宮廟的時候 要注意每個公廟的書很不同 主持部現在真無用 不論如何民進黨現在動起來了 三大任務 防治謠言協助陳建仁闢謠 強攻南投 所以南投這張很重要 南投是很重要 不過由南投選民選票 不過先講一件事情 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子 國民黨自我感覺良好 但是執政黨卻有一點點 自綁手腳 先講一件事情 其實六千塊這件事情 講了這麼久了 這叫做大家都預期 這預期的心理 如果這個時候 其實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拿到了未必會感謝 沒有拿到 心裡就會怨恨 但是這個怨恨裡面 不會說只是怨恨國民黨 也會怨恨這個執政黨 執政黨行政院現在不只是要溫暖 必要的時候需要兼任 然後再過來一件事情 執政黨要兼任之外 更要細力 這細力裡面其實像我看到了 賴靖德是一步一步的在拆帶 有節奏能夠多少知道 但是至少開始往前走 不像國民黨現在還在問媽祖 還是關公 但是朱立倫這個廟公又不理他們 那是國民黨另外一個問題 可是有一件事情 那個現在給的那個房貸補貼 行政院行政單位執政單位 用來記得一件事情 繁瑣的事情是你的責任 你要耐煩 你要更細膩 你不能這麼簡單的 透過那些行政官僚一刀切 台北市850萬 850萬買小套房 還是買一間廁所 台北市有多少人 不是你那條線 台北市850萬 有這個需求的人 跟你在比較不是城鄉發展這麼好的地方了 850萬那是不一樣的比例 那是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這個時候像加州 連美國這種大佬出的國家 美國做事情是很粗暴 很直接的嘛 他們都每個很細利的 而且他的中間數中等收入的1.5倍 然後一一審查 你確實有困難 我就給你 而這審查工作 這個主動的過去 名單公布的時候 都是政府做好了 護政單位都進去了 整個狀況把它弄清楚 所以現在你要補貼這個3萬塊 你現在為什麼會引起爭論 這個爭論是你做不夠細利 你如果是新北 台北 講難聽一點 溫博文 在台北700幾十多萬 你說這樣的人 這不是給房子的問題 你要給 就要給到到位 所以現在這個什麼治標不治本 希望改變房價的問題 那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但是唯德不足 你竟然要給這些真正需要 然後確實受到 因為我們利率提升 受到影響 因為他真的受到影響 所以朱玉仁的這個會計師 他現在是在隨便亂說 因為反正他現在就是慢慢等 但是行政院要更堅韌的 把這些細節做好 所以現在我會覺得是 不必理國民黨 第一次讓他做個秀 因為是陳建仁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如果每次院會 你給我拖到3月4月 你就讓國民黨玩 然後就覺得說 我們可以罵國民黨很混蛋 但是 這樣民進黨未必加分 民進黨沒有加分 來 陳委員你不回應 基本上剛剛創下歌所說的 就是說民進黨多數 那有 我們就是用所謂的議事程序 因為我們當時候知道 國民黨實在是 真的無法溝通 所以我們就趕快 在臨時會提了這個案 然後一個月 趕快在21號 要去做表決 表決完之後 就是請這個行政院 再把預算趕快送進來 那我們也希望 國民黨也一定會杯葛 那我們把這個時間縮短 你現在去選區選民會不會問你 這6千塊我當時你這樣會對 對 所以我們 因為大片集團動作很快 大片集團六千塊一次 馬上就一套大片的手法出來 所以已經預期了 民眾 問你你沒壓力嗎 有啊 你賴到國民黨也沒比較便宜 沒有 但是現在 國民黨自己挑到第一線 因為今天這個畫面 已經很清楚了 也就是說這個畫面就是國民黨 在杯葛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會以最快速 趕快給選民一個交代 好 陳議員 選區的選民應該會問你們 怎麼回事你們國民黨在幹嘛 為什麼突然又喊一個一萬塊 一萬 給我一萬 我就讓你上台 這是秘書 我給大家一個數據 在YouTuber在前幾天 他有做了一個統計 有做了一個那個 應該類似民調投票這個 有六千八百八十八個人參與 發他們這個有百分之九十二都說 政府現在發六千塊 我們根本就沒有敢啊 你發六千塊 我們覺得應該啊 百分之九十六千幾有九十二% 覺得你看六千塊是應該的 所以呢 現在大家民眾最想要的是什麼 趕快領到錢 但是也要幫我們黨團講幾句話 其實我們四千多億 我們覺得發這個一千是不要太少 通報也要分一半 還稅於民嘛 還稅於民 那發一半比較比較合理 但是我也坦白講 這個因為兩黨政治 政黨政治都一定 以前民進黨 我們馬英九在這陣子 民進黨在做的時候 也是都會爬到 這是一個意識的這個 不要去掌握到 後面那個上次馬英九的消費券 就是用國民黨的強勢的過半 就處理了嘛 所以執政黨 我要說 就是說不要去掌握到 疑似跟這個預算的這個薪渣 但是台東要標示出來 國民黨希望說要分超級一半 四千九百五十億 看我到兩千三百萬人 發到分一半 你如果一人分一萬 你剛才分四十六% 我一半 博文這話打他看就對了 我是覺得 價值是用法的就對了 其實我覺得蔡總統一開始 也沒說一定要發現金 沒有 市府到買的時候 沒有 當時是這樣 大家記不記得 當時是用例如說幾倍券幾倍券 這樣有討論過 其實當時這個六千塊到最後 這個不是沒有經過討論 也是社會有一定的共識之後 大家提出來嘛 那那既然就補發現金 其實這個像停費委員 他們在那個農曆年前 就很努力的希望趕快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國民黨 又推出一個什麼 推出一個暗海公事 有沒有 就這個明明總預算 可以大協商好 可以早點通過 他就故意用暗海公事 然後讓你這個搞到 這個農曆年前 這個相關立法程序 沒辦法作業完 然後現在農曆過完年 現在新任隔壁要上海之後 他又開始要杯葛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他發自內心的 他根本不想讓民眾 領到這六千塊 你準備好了 你準備好了 我考你一下 你準備好了